新北市長郝佑儀 早沒去政治台下健港 所以因為幼稚園是要睡覺的安靜 有學生是要標議 化學和控議 郝佑儀說 沒有給小孩保護好事 有阿樂來回事了兩次 不過學生表示 應該要針對處理事情的速度 跟台東來回事了 選舉行程床拉票 選舉行程床拉票 孩子中途不重要 孩子中途不重要 跟政治台下參加航空論壇 新北市長郝佑儀 一件門就讓政台下身 也表意抗議 郝佑儀究竟會失禮 我在這裡 為保護孩子們不夠做錢 深深的給大家致歉 高朝的環境 郝佑儀究竟會失禮 占對這間新北方求 郝立芳 老師是孩子安眠優的事情 郝佑儀正式對我會失禮的強調 尊心欠威老師讓他們受傷害 家長心來不安 讓他們艱苦疼心 贏他們的祖宅 我們要一起努力 保護孩子 捍衛孩子的健康 永遠是我們不便的責任 郝市長告訴大家 八點五 好 謝謝 兩次郝佑會失禮 郝佑儀了後 來到臉書發表 土陷聲明 不過控制成績 是安眠優的氣氛 早就一個月進行就表達 新北市一直都沒有 設計處理這期以臺灣起政 他應該要道歉的是 他針對這些事情的怠慢的處理 延誤了二十幾天 他應該道歉什麼 他隱匿了這件事情的發生 隱匿了好幾天 直到再也只包不住火為止 這是多誇張的一件事情 豈能是像今天這樣一筆輕鬆帶過 建議政大學生的抗議 和永遠回應 調到不對 數字就是數字 只要在的新北市 發生都是他的責任 學生意見 他在心者受 也願意上誓聽 記者綜合報道